我国在011A型航母上的建造速度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预期,有消息透露说,今年年底就准备正式加入到中国海军部队。 同样在这个时间段,002航母也开始了它的建造之路,这时俄罗斯有了想法,希望从中国的手中买到这航母。 中国的计划是在2025年左右的时候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四个航母战斗群。 假如中国能帮俄罗斯一起建造航母,那么美国这个海上霸主的位置,那可是很危险的了。 中国航母要卖给他国,俄罗斯如何才能进口让美军进行防备? 中国航母的建造速度可是非常的快低,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我们要成为一个航母大国。 那也是很快的,毕竟我们在辽宁舰的建造上面只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中国军事发展那么鲜蒙的情况下,也要看到我国背后付出了多少的艰辛。 如果不出意外,估计中国就能在2025年的时候完成六支航母战斗群。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查军也将越来越小。 中国航母要卖给他国,俄罗斯如何才能进口让美军进行防备? 这个现实不得不让美国有了戒备心,俄罗斯也迫切希望能从我国进口这些航母。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俄罗斯的技术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他们建造航母。 只有和中国合作了,他们的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他们却没能低下头去找中国谈及这个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